为什么说复苏型的男生容易招杀女 一个男生如果是复苏型的人格 这个最根本的形成原因是因为 他的母亲在他整个成长过程中复苏不够 或者至少他觉得复苏不够 而父亲又是一副严厉的形象 这个就容易让他形成仿向外部叔叔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男生他最主要的表现是 他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为别人着想 对 首先拿出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会去做很多复苏和弥补的过程 想要去讨好别 得到别人的认可 但是这份造成有件事情 第一 他会成为一个很nice的男孩 第二 他很容易受到伤害 如果想要让自己从这里面走出来 那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你要先知道自己是复苏型的 可以自己设置一个警戒线 常常提示自己是复苏型的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招人渣女 第二 在这个警戒线之下 你对这个女孩的胖胖 首先呢 要去思考 她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复苏型的 对方到底运以为我做什么 她到底是任性对待我的 那这个呢 你一定要去看的 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去猜 你要找到一个最实际的证据 而不是去猜测 如果说你是这种复苏型的人格 总是招了渣女 想要去改变这种形状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可以私信我666 那你来帮助你完成改变 我是娜姐 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